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一样画两个指线陀螺 当然会拆开两部分 反正还是这样子一直没人说 那我反正就30分钟到一个小时内 我会这样子切 反正就看我怎么录 今天最后会讲一个就是 这样子一个概念对的 当然话我们会在一个里面画完 因为工程师那些是分开画的 但是我们就不用了 省时间好那个先进来 我们先把这个先打个top view sketch 对炒图部分 炒了部分以后 让我们看到三个元吗 对吧 然后这里是一个相切的 那就是说我们要画一个六个元 对吧 就有时候看到一个行 你要马上能联想出啊 他这个行的一个一个就是说 怎么讲规律是怎么样的啊 他的一个规就是说这个一个规则吧 可以这么讲啊 然后这次我们找六个就可以了 六元 ok那六个元化完以后 对吧 六个元化完以后 我们就25吧 25以后 然后就 啊 我们就25的一个元 然后这个也是25吧 好 那个照理来说 现在这样子25 然后离离地25 然后这样子寻展 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是一个相切的部分 相切的话那就ok了 我们现在再把多月的线给剪掉 试一下能不能啊 对能减那就证明了 我们这个是相切的 就是这样子 好那你看 哎 这个行是不是很快 那Sonyverse的话 你画的快不快 就看这个东西 你掌握这个点快不快啊 就这样子 好 那个这个行我们画完以后 那要不要绝对定义了啊 其实不太需要了 直接画就可以了 对 然后再下来我们就这样子 这个应该正常应该三行米后左右了 或者是5毫米吧 5毫米好像有点我看一下 5毫米吧 看到这个挺厚的啊 5毫米的时候呢 这个画完以后好像 嗯 有没有怎么很别扭了 反正你看我这个行 其实好像有点小别扭 但我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啊 然后这个行你可以用 以前用那个什么导演角所有 我有说过可以全包边也可以 那个你个上下包也可以都行 你们看一看 反正啊 我试一下全包边吧 这个真的要试一下 因为有时候像这种真的要试 我也不确定是怎么样的效果 诶全包边 对啊 就这样子你也可以说说上下两个倒角 你不想全包也没有问题的 那么爱诺的话 画反而没法这么画啊 先告诉你们了 好那个是要画完以后 对我们就要把中间这三个圆给剪掉了 是吧呃 是不是觉得很快 对的呃 我不知道是我操作太快还是怎么样 会不会操作太快操作太快的就我说一下啊 然后对啊上发然后找他们的一个同心圆 那同心圆的话找到以后 我们需要标注一下他这个圆是多少呢 我们就看17吧 啊17左右的一个大小 那当然其实他这个东西有一个规格的固定规格 那17以后那我们就 一样这里再给他一个吧 一个小一个小的一个小的圆形可以吧 呃 就中间那个轴就那个轴成啊五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那个斗会再看吧好吧 啊这个画完以后 然后我们需要环境整理一下啊 紫焰陀螺反正一样会画两个 画两个给你们练练手 可因为这个第一节课不会给你们太复杂的 太复杂的也不会这么快给你们啊 呃不会那么爽爽啊 你们知道 哎我也不是那么坏的了吗 对不对 好选上这个圆 呃 环境整理一下 环境整理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功能 嗯 ok 好你看防御性攻略 我们再选上三个360度啊 别的都没有问题 好这时候我选择我们的实体实体套件 实体操作呃 execute cut 就算了一个呃 简简法 我们选要full 哦对 因为这个组组件 对 哦 这样子就ok了 你看好的一个键 我们这样子就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的快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倒一个小圆角吧 给他其实正常是最后在倒 但是我认为就嗯 你可以这么选啊 不好意思哎 你可以这么选 就是说一个面整个倒也可以 你可以就选这个面 反正他就左右两个一起倒 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以前比如说我选这个面 那通常是选线了 不选面了说实话 0.2 那这时候0.2 0.2有点太大0.1啊 你看他就会两两条线这样子 倒脚所以看你个人习惯没有关系的啊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好这个我们一个小圆角已经倒完了 对吧呃然后这里在这个地方其实倒不倒也行啊 反正我还是给他倒呃 你看我我自己现在选也是选线啊 我习惯性也是选线的 那就倒完以后吧 我们开始画一下那一个 我们从那个topview 我们把那个 呃三个呃这三个那个什么就这三个东西 我们把它画出来吧 然后这里是一个呃一个相交圈对吧 打一个相交圈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相交圈好像是一个比较古的一个圆形啊 反正就对ok 那我们就从一个 whatsfield又是多开始画吧 那又是都这时候我们需要把它打开对一个透明模式 为什么你能看就是看一下里面这个这个情况对吧 那这次反正我们找到了啊 这样子一个那让我看一下怎么画可以那就是 sketch 对吧打开一个sketch 然后呢还是要从这个地方找着找着这个找着这个点啊 啊反正就是对找着这个点 好像不到找啊没事 还是要爱对找这个地方啊不对不对 啊我都有点看不清miss啊这里这样子 对对然后啊对就是说反正就是要垂哪些垂直 反正要跟这条线重叠人懂吧 就是这个圆线那这时候这个圆角看起来就有点小便便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好那一个就好那样子就ok了然后就这样 但是我怎么知道他终点他终点应该在这没事得会话就知道了 好这也是一样啊我们一样把反正就大概把这个线给拉一拉这样子 ok然后呢就一个终点跟这块的一个线是多少嗯85 我刚刚画17啊应该没有啊对17那就对了这样反正85好那这个环我们就给他一个二的厚度可以吧 再给他一个二的厚度 啊不能呃1.5吧反正两个一起改1.5吧 这里这样子两个1.5然后就一个对那这样的定义好我们上下两个都一样的长度吗 那又代表着他整这个长度啊然后这个的话应该0.5就可以了 0.5会不会太细了好像还是一吧好一可以好那也是一样同一个动作我们把这两条线就选择了对 因为算力会尽量要利用这个定义这个定义用你看就直接变成了个什么绝对定义了好那这时候我们选择一个什么功能呢对旋转在这个部分你看其实我整个整个轴很清晰啊画的时候那这里 merge result我们不要顾到为什么soniverse就这一点为什么可以一次性把所有东西给画成研究在这个merge result还有还有你的result有没有merge的这样子就说我现在这里看到sonic body有两个能看到吧 就是说我到时候我储存怎么样储存我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啊那个add to new folder或者就是说反正就是save selection对吧 就是说我另处没然后呢你在新的文件的时候他还是会0.0点在这他还是会在这个位置反正就是你本身的位置在哪他一样在哪就是这样几个情况啊好那个这时候我们再来到这个圆角啊 啊圆角也是也是0.1啊你看现在就哎呀我我已经习惯了选这个好的 哎好的然后你们你们现在看我画错了不好意思啊这个地方啊没事那这时候我们试一下去修改这个草图 那你看到我这里那我漏了什么对我漏了那个三角圈聪明的人肯定看到了那我就说我这里是啊对我这里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小圈啊非常的抱歉我我画错了这个这个真的是我说啊呃好的那一个我们就开始画 好好这个圈的话反正就是一样我们先画在直线吧可以吧那这个圈反正就画了以后啊可以呃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线多余的线给上掉吧可以吧这个也不要了好这个挪过来以后哎看到这个实体没掉了好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哎 对对再下来啊要还是要把那个什么就把体切在一起 ok我们还是要把他那个变成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对等会有这个结构线时候我们要去找他的这个终点在把终点在这 那就说这条等会是我们旋转的一条线那这时候呢就这样子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你们懂的四条线反正就是给他一个关系 呃一口相等长度啊呃然后再下来的话这四条也是方就一样就是给他一定的一个关联性 相等的长度这个也是 那这时候我们插的是什么对就是 这个的宽那还有上面这四条啊 只要我们这些给他一个相等长度时候他们就锁死了那我们在只要在标一个限定数字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一个绝对的 你能懂吗好那个再下来这一次的话我们就五吧 不要是那个就是奇奇怪怪的反正就拿一个整数 然后ok 好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情况呢 他说我这个有错误为什么对因为我刚刚选是一条实体线自动地口那现在呢我给我要选什么新的我标这条动了吧 就说你选什么样的线他就会给你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懂吧就说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你要想想清楚他们东西每一个步骤的一个关联性 这就是你学工程软件难的地方就在这 反正就是刚刚我一开始我用实体线作为中心走现在我那虚线就结构线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ok了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圆角给倒倒然后再把镜像一下镜像完以后其实正常是最后耗完再倒圆角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先倒因为你看到我没有merge这个resource懂吧我没有merge的时候呢那有时候他两条如果我不先把那圆角给倒了那等会这条线重叠了我选起来很麻烦 懂我这个意思吗对这所以说我为什么我先把他倒圆角了啊其实你现在看到我倒圆角也是一个一条条线倒就很少说会那个分开啊 然后这这时候再下来哎 好这个再选再选啊反正能选的都选上我0.1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反正不行到时候我们再可以再批量改啊然后这时候选你你会看到一个东西就说啊对 对啊对完全的一个圆形我们已经已经做好了对吧已经做好以后你觉得下镜像吗肯定不可能了这太快了那再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在我们先画好一个speed sketch吧啊或者也不用啊对 对然后我们再下来把上面的这个这个点给画了行吧这个小店小店画了以后我们还是一样选我们的其实选前四还选右四都没有问题只是说看你画在哪一个可以就看你反正三个角吧对吧中间那个吗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啊这样啊把这个给画了还是一样 嗯中间的对是sketch对还是一样sketch然后这时候其实他是有一点点抛的呃没有关系我们就跟着他画有一点一点点抛了吧可以吧 那我们可能这个地方他我们弄一个小小圆角对吧反正就呃对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画 那上面有个小圆角了我觉得啊也可以这样子就吧也可以这样子 呃 对 这个offset enteros 对啊 抽取结构线 然后我们选择零 这个就是说你抽取这个线的一个偏差 那我们试一下123 好 不好意思 你看一下抽取不了 奇怪 我把这个线再删掉 再来一遍 啊 抽取结构线 第一条 然后打勾啊 对 第一条 哎 你看到了 就这样子 然后就零零零 然后就这样子抽 再抽 ok 好 这个不能不能选是吧 不能选那行吧 那我看我们只能抽一条 没关系 反正就照这样吧 反正这样子 我们有我们自己一个绝对定义值啊 反正就一样 反正的话 正常不会这时候用那个绝对定义值就是不这么不会这种情况 用那个抽取那个结构线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那个对 其实我想到这个位置 那这样子到到点的时候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要调这个 三点弧线 三点弧线时候就没选 哎 对 然后这时候我叫他微炮就可以了 呃 然后再下来 我们要调 我们要还有一条怎么结构线 上下一个镜像 然后在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还需要一个镜像 呃 还需要一个什么就结构线啊 这里啊 来 对 那我们需要画的是两条结构线 对的 那这次选了以后 呃 news about 对 这个 就是说这是一个中心轴 那选上 好 呀 我们旋转他 呃 我们的中心轴选这个 然后这里 我们回去对 还原回来这个地方 不要merge 对吧 这时候你们很清晰哦 有没有merge 很重要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然后继续一样倒个小脚啊 0.1啊 也是一样0.1 哦 对啊 哇 现在分开是两个实体 因为我没有把他那个呃 主张了 所以说我必须要分开两个一起倒架啊 好 那一个这些小问题啊 反正就是你看 现在就一个指线头了 上下的 我们已经画完了 对吧 画完以后 那其实sonyware是不是画这个比较图屑 其实画一开始很快 然后突然也很慢 对 就是搞这些微小的问题 他弄很久啊 那这时候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东西 环境阵列 环境阵列怎么做 对 直接这个点feature这块的环境阵列 sirgo pattern 然后我们选了一个feature and face 我们不要选feature and face 就feature这个 face这个 我们不选这个 我们这次选body body 我们选在一 一 二 三 对 你可以选feature feature 反正就如果你进 你这块 可能是这里我倒个圆角 我feature过去呗 可以的 一样没有问题 然后这时候那个360度 然后选择 我只要三个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的这个 就是说他中间的这个走向啊 就是说这个中心轴 你记得不一定要直线 反正你中间委员一样可以选 那这么一倒过去 我们只要选三个 那这个数 你上次软件打多少个就打多少个 这样子 因为我上次好像我先把表那个视频给拍了 所以说就45个 这样子一个情况 懂吧 还是说我忘记做哪一个了 反正就这样子 好 那个我们打勾一下 哎 你看对 就这样子直接就画完了 很快吧 就是说所有的body 那他就等于说所有的一个 呃 圆角什么的 因为正常有时候圆角就 因为我们选feature 那可能就导这个旋转的功能 但我们没有导导圆角功能 好的 那这时候最后一个部分就在这了啊 那就是一个 这时候我们放 这次我换一下图吧 funchview可以吧 呃 然后funchview的话 反而我们可以反过来 反过来啊 反而都可以啊 然后再下来就是ok 反过来啊 画最后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个 上面呃 顶部这这个东西啊 反而就是这个 你们懂的啊 然后这个的话 反而就是啊 这样子以然后对 就反而就是贴 贴顶 就贴顶以后贴顶就可以了 还是一样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位置啊 然后就一样啊 反正还是要画一半 啊 你看这个零零点就简单多了啊 反正就是好 那一个 ok 那就 对 那这样子就看好 那回来这个模式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 呃 对哦 这个是上面的那个圆形不用管它啊 上面就是你记得啊 这刚刚我们弄那个橡胶啊 反而就是那个东西啊 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下面的这个地方 我们再把这个橡胶给画了 就啊 就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看一个画 因为其实说实话 呃 很坦诚的说我真的没有买过紫盐陀螺啊 我真的是直接看这个画的啊 这个对反正重点在于表达啊 怎么不不要在这细节啊 啊 呃 样 这个应该二就可以了 我觉得或者对 啊 然后这块不用标注了 这一块的话 上下我们把它一个相等一个 然后这一块也是一个一个 对就是说反正就相等啊 然后这里有一条线 那这条线反正就是 这一条啊 好 那这样像往往里面再来一点吧 那我们 好 那一个我刚刚看来我对错位 因为这个虚线 看来他这里面这条 那我就跟我就这样子 或者去让他那就选进两条线 然后选那个管理女人就对就反正就同一个水平上啊 就反正一口是同样的一个 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字典吧 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啊 这个解释下真的很累 有我每一个都都解释的话 好 这里 呃 然后这两条也相等的相等应该标了吧 好 那再下来就这个的高度 其实 啊 这个好像看来903 看来就不用管了 看来整个还是ok了 这样子的话 我试一下旋转吧 好吧 旋转一下 呃 中心轴选择啊 反正实体和还有那个什么都可以做一个中心轴啊 然后这个看小过去看啊 呃 好 不够薄 然后不够那个不够薄 不够那个好 那我们回去再改一改 呃 再大一点吧 可以吧 七点二我要八吧 我关键给他改个八 啊 这个相当多了好 大概这样子吧 然后上面我们再给他打个圆角吧 打圆角的话反倒圆角工具呗 一样啊 我们这次选这个一 好选那个第二个啊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选 哎 你看到对他就这样 他就只自动 反正就是说这些功能 你可以自己 我通常是看哪一个顺手就用哪一个 这个东西你说你问我要怎么样才能最熟练啊 反正 呃 怎么说 念多就熟练了 就就很 就只能这么跟你讲啊 然后这时候哎 你看到了 呃 已经是差不多了嘛 对吧 那 那呃 这时候哎 下面那个没有啊 没关系 我们算了就这点好处啊 反正就 这个我们选上 然后第二个粉红色这块 反正就是说 纵向的纵向很像的很像 他们让让他们自己来那个 呃 自动那个怎么说 配对 咦 如果这时候不行 没有关系啊 反正就是 呃 反正没有关系啊 哎 对了 我再来一遍 就是你再多给他加 你就那个多给他加一个步骤就好了 因为这些问题 如果你真的归根究底的话 那个软件真的会搞不完 这这不骗你们 反正重点 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图要能输出啊 能输出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样子算是完成了啊 反正不太像是肯定了 因为我直接是 你看我就真的一边讲一边话 边想边话的 我没有准备过啊 所以就大概就这样子 好的 那个第一个指尖陀螺就算是完成了啊 对 那下面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或者你可以微信问我 好的 谢谢大家